电影《铁达尼号》15年前一举夺下11项奥斯卡大奖 创架10亿美元的超高票房 铁达尼号100多年前沉没之后 绝多残骸和文物被打捞起来 重建当时的豪华场景 而这个重返铁达尼号的特展 今年首次来到台湾 带领参观民众重回电影场景 好 闭上你的眼睛 电影《铁达尼号》描述当时 号称永不沉没的豪华游轮 意外撞上冰山不幸沉没 现在重返铁达尼号特展首度 来到台湾展出 真实重现1912年铁达尼号 首航时的情景 100多年前杰克和罗斯的爱情故事 凄美动人 那我们今天终于能够踏上这艘 当时最大最豪华的游轮 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当时乘客握舱的走廊 而主角杰克当时的卧房呢 就是在靠近引擎机房的三等舱 这次展出的文物 都是从两英里深的海底打捞起来 真实还原铁达尼号当年的气派与奢华 仿佛置身电影场景 为了营造临场感 展览甚至摆出一座小型冰山 重建沉船夜晚的星空 铁达尼号特展在世界巡回展出 已经吸引超过2500万人次参观 这次将在台湾科学教育馆展出三个月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吴伯萱 台湾台北报道